欢迎来到分享沙龙的Q&A时间 今天特别要来分享 犹太人在安息日为什么要吃鱼呢 先来简单的分享一下 什么是安息日 安息日是一周的第七日 也是耶和华神与人相会的日子 安息日开始于星期五的日落到星期六的日落 在以赛亚书58章13到14节 记载了神对守安息日的两个大的祝福 以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 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 称安息日为可喜悦的 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 而且尊敬这日 不办自己的私事 不随自己的私欲 不说自己的私话 你就以耶和华为乐 耶和华要使你趁价地的高处 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 这是耶和华请可说的 如果你所安息日 神要祝福你 要保护你 并且要供应 新犹太人的鱼贩子会在安息日前 海高鱼的价格 今天要特别来分享 在安息日吃鱼的七种原因 第一种 Sabbat就是安息日 是在一周的第七天 鱼 Fish 它的西伯来文是 它的西伯来文的数值也是 七 就是在一周的第七天 就是安息日 吃这个数值是 七的鱼 第二个原因是 鱼没有眼皮 鱼的眼睛一直是张开的 鱼的眼睛一直是张开的 一直用慈爱和怜悯 看着我们 在安息日是 特别分别的时间 与神相会 专心送赌 妥拉神的话 我们灵灵的眼睛 也会被打开 领受更深层次的 神的奥秘和靠近神 第三个原因是 你知道吗 唯独玛纳没有鱼的味道 所以在安息日要吃鱼 在口述妥拉中解释 当时神在旷野 天价玛纳 玛纳包含了各样的味道 唯独没有鱼的味道 难怪以色列人抱怨 他们想念埃及的 不用钱买的鱼 没吃到鱼成了 他们在旷野的不满足和抱怨 因此 犹太人的传统是在 安息日吃鱼 为了向神表达感恩 和使安息日成为可喜悦的 和完美的日子 第四个原因是 鱼比较容易处理 根据犹太人空水 节食的饮食法 任何情类需要特殊的处理过程 才能使食物减击 而鱼类无需太多的处理 就可以享用 在安息日吃鱼 象征着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面 不需要额外的工作 就可以享受美食 第五个原因是 在安息日吃鱼 鱼还成为安息日 餐桌上的第一道菜 为什么呢 因为鱼是神最早创造的神 安息日是一周的第七天 也是下一周 所有生活的力量和祝福的源头 所以犹太人的习俗是 鱼成为安息日餐桌上的第一道菜 第六个原因是 在安息日吃鱼 预表可目 陀拉 神的话 神的话成为生命的圆区 这种鱼在水中生活是至关重要 犹太人在安息日将自己沉浸在陀拉中 就像鱼沉浸在水中一样 是生存和生命的根本 在安息日寻求神 领受从神来的新的启示和奥秘 成为他们的生命力量的源头 以赛亚说五十五章一节提到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救进水来 这里的水就代表神的话 耶稣也说 人肉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可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全民 神在安息日赐下鲼拉 从犹太人拿走鲼拉 就好像鱼离开水一样 无法生活 第七个原因是三处的祝福 神在创造世界的六天中 有三处的祝福 神祝福鱼 祝福人 和祝福安息日 所以人在安息日吃鱼 神在创造世界的六天中 在第五天 神造出大鱼和水中所资生各样 有生命的动物 并且祝福他们 资深繁多充满海中的水 神在创造世界的六天中 在第六天 神按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 并且祝福他们要生然众多 变满地迷 在第七天 神造的功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天 歇了祂的一切的功 安息日 并且赐福给第七日 定位圣灵 这就是三处的祝福 我们分享了 在安息日 为什么要吃鱼的七个原因 祝大家 帮你读书 帮你成长 期待开启更多的奥运 也欢迎订阅分享 给予一个祝福的赞 愿神祝福